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今天呢我们继续进行我们这个区位验证码的系列课程,上节课给大家介绍我们这门课程的整体概况 然后呢,这节课我们的主题是iOS应用的生命周期,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课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这节课的内容全部都认真的收听,然后在课程以后呢,再自己去更加深入的理解 什么是生命周期呢?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生命周期就是我一个应用,从你点击这个图标开始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等你看到页面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你进行了一些操作,然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呢,当你点击手机的home键,应用退回到桌面,然后呢,发生了一些事情 当你再次点击我们的应用,然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呢,你再点击home键,然后我们又回到了桌面 然后呢,也许你去进行了一些其他的操作,去点了其他的应用,或者去玩了一些游戏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系统资源不够了 也许你的那个应用就被系统干掉了,然后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当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集合在一起 就完成了我们这个iOS一个应用的一个整个的生命周期 所以说这个生命周期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应用从它开始运行到它结束运行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嗯,这个过程呢,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对于一个操作系统来说,它要管理一个应用的生命周期 其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但这个并不在我们这个课程的讨论范围之内 然后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iOS生命周期 然后我们如何在它的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去做一些事情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打开我们上节课建立的那个项目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appdelegate的这个swift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系统已经帮我们生成了一个appdelegate的一个类 然后呢,这个类实现了两个protocol,也就实现了两个协议 然后这个有一个协议叫做UI Application Delegate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重点 所以这节课呢,我们主要也在和它打交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note 呃,一个iOS的生命周期是怎么样的呢 当我们点击屏幕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嗯,在swift其实已经没有这个命函数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其实是没有命函数的 但是在oc的时代,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命函数 然后呢,那个命函数里面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启动了,就是实力化了一个UI Application 这就是我们整个应用的开始 这个UI Application的初始化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应用开始运行了 但是在swift中并没有这个命函数 它其实也是通过了一些其他的途径 其实最终还是实力化了一个UI Application 只不过它没有让我们看到而已 然后呢,当我们实力化好了一个UI Application 这个UI Application的Delegate 被设置为了我们当前的这个实力化以后的APP Delegate的类 然后Delegate的这个 嗯,这个应该说是一种设计模式吧 然后是一个代理模式 然后这个在iOS开发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设计模式 呃,大家在学习swift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模式已经有一定了解了吧 反正在oc那个时代 我们可能在学习oc的时候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 嗯,学习的方向呢 就是如何去很好地使用这个Delegate 然后在我们开发过程中 它真的是无处不在 嗯,然后我不知道大家 如果大家对这个Delegate没有什么了解的话呢 希望大家去好好学习一下这部分的知识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 所以我就不和大家具体说是怎么回事了 嗯,当我们的这个UI Application被初始化以后 然后同样它的Delegate已经被设置为 我们这个UI ApplicationDelegate以后 我们所有应用的生命周期的回调函数 也就是说在生命周期中发生的那些事情的一些事件 都会在我们这个AppDelegate里面来进行处理 然后呢,首先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个DidFinishLaunchWithOption 这个方法 Application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这个应用 你点击Home键以后 紧接着要发生的事情 就发生在这个方法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初始化我们的页面 我们在我们这个应用要开始运行之前 我们要做的很多事情都在这里面来进行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是紧跟着我们点击 嗯,点击桌面上的图标以后 紧接着被调用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来初始化我们的整个应用 嗯,然后呢,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儿还有几个方法 一个叫ApplicationWillResentActive 然后下面的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 ApplicationWillEnterForeground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这个 大家其实可以很明显的从这个英文来看出来 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Will和Did其实一般都是成对出现的 但是也不一定 然后Will呢,就是这个事件将要发生 Did是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 然后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ApplicationWillEnterForeground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一个应用已经启动了 但是这时候我们点了Home键 应用被推到了后台 然后我们回到了我们手机的桌面 当这时候我们再点击我们这个应用的时候 首先会调用这个ApplicationWillEnterForeground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应用即将要进入到前台了 也就是说我们即将要看见这个应用的UI界面了 这时候呢,就调用了这个方法 然后呢,在下面可以看到ApplicationDidBecameActiv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应用已经从后台回到前台了 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个UI界面了 这时候呢,就会调用这个方法 所以说当我们对一个应用进行去编程的时候 我们很多情况下是在跟这些生命周期中的一些函数来打交道的 然后这些生命周期的函数呢 不一定是UIApplication的生命周期函数 也可能是UIWillController的生命周期函数 这个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中给大家讲解 然后呢,接下来我会用在代码里面用一些比较直观的形式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生命周期函数都是在什么时候被调用的 OK,接下来我们去看我们的代码 为了查看我们这些代码的调用时间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去打一些log 打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print 这个大家在swift的时候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方法了 就是我们的print函数 然后呢,print函数我们只需要在里面写一些我们这个方法的识别码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控制台里面 当这个方法被调用的时候 就会打出来这些我们的这些识别码 然后呢,可以就会给大家非常直观的展示这些生命周期函数 究竟都是在什么地方被调用的 呃,我们给我们这所有的这些系统默认的方法 都加上我们的这个print函数 也就是打上log 嗯,其实生命周期函数还不止这些 系统只给我们列出了一部分 一会儿给大家看完我们这个系统默认的这一部分以后 我会在我们的系统的圆满同文件里面 再去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生命周期函数 然后给大家简单的再介绍一下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在所有的生命周期函数里面都打上了log 然后每一个log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周期函数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运行模拟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iPhone6的模拟器 然后点击这个运行就可以运行模拟器了 然后中间的这个地方会显示一些我们的编译信息 如果编译出错了什么的这个地方都会有一定的提示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呢 就是我们一个控制台 这个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控制台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模拟器呢正在启动过程中 OK,现在模拟器已经运行起来了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的两个生命周期函数被调用了 首先第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You did finish launch with options 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在我们点击完应用的图标以后 第一个被调用的函数 然后呢之后调用了这个application Did became active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应用 已经确确实实的开始在前台运行了 然后会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应用 在它首次启动的时候 会被调用的两个函数 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函数 是我们退出应用啊之类的时候会被调用的 然后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然后这个我们的模拟器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菜单 然后呢通过这些菜单 我们可以对这个模拟器进行一些操作 然后也可以用快捷键 大家可以在这个 我们这个命令的后面找到快捷键 然后如果我们点这个home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点击了手机的home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点击了这个 我们的应用会回到我们的桌面 然后应用退到后台 这时候其实已经有生命函数被调用了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log 大家看到又有两个生命轴迹函数被调用了 一个是application will resign active 这个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取消了这个resign的意思 大家也可以理解 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这个active了 我们将进入后台是一个will的函数 然后呢之后application did enter background 这就是说我们的函数已经 我们的应用已经确确实实的进入后台了 然后这个的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呢 就会被调用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个应用 我们的应用又回到了前台 大家看到了吗 又有一个 有两个函数被调用了 第一个application will enter foreground 就是我们的应用将要进入前台 然后呢application did become active 这个和刚才那个函数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的应用已经确确实实的进入到前台 继续运行了 这些函数都有什么用呢 总的来说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一个应用 我们做了一个新闻类的应用 当我们每次用户退出 然后再进到前台以后 如果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 我在两个小时以后 我再打开了这个应用 而这个应用又没有被我们的操作系统干掉 然后它还是活在内存中的 然后它回来以后呢 我们这个应用其实是一个启动着的状态 它不会进入那些触始化函数之类的 这时候呢 它就会调用这两个函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两个函数里面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可以让我们的应用去 重新刷新一些数据啊 比如如果是新闻应用的话呢 我们当然就要去拿我们最新的新闻数据了 这就是我们这些生命周期函数的作用的一个举例 嗯OK 现在大部分的函数应该已经都被调用过了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application will terminate 这个是我们应用被中止的时候会调用的一个函数 理论上一般情况下 这个函数被调用的时候 可能就是系统杀死了我们的进程 我不确定我们强行去关闭它会不会调用这个函数 我可以试一下 当我点了这个 哦OK 没有被调用 所以说这个我们不太好去实践 这个方法就是说 当我们的应用被系统干掉的时候呢 会去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是用不到它的 所以 嗯 我们也不用纠结它了 就这样吧 现在我们看过了系统给我们已经在模板里面带出来的这些函数 这个已经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了 可能还有一些不常用的appdelegate的函数 然后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其实是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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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 而且这些生命周期函数呢 也不一定都是我们在日常开发中需要用到的 嗯 大家可以大概的看一下 我们这个 will finish launcher with options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对应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d的finish launcher的一个 一般情况下很多都是成对出现的 有一个will就肯定有一个d的 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些 看比如说这个applicationd的receivememory warning 这个函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应用占用了过多的内存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收到一个这样的 嗯 memory warning 然后当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delegate就会被调用 然后呢 在下面还有一些will change state bar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 比如说我们iOS应用上面会有这个 这一部分也就是显示日期电池 这个地方就叫做state bar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些改变的时候会调用这些生命周期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生命周期函数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 嗯 iOS平台的代码有一点好处 他的方法名都足够的长 然后呢 基本上没有缩写 你可以非常明了的从他的方法的名字里面看出来 这个方法究竟是干什么的 你看比如说这个 did register for remote notification with device token 哦 这就很明了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device token注册了一个我们的推送服务 然后推送服务呢 也是苹果的一个嗯 非常有用的功能 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去自己了解 然后这你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周期函数 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iOS9的新功能 比如说他的那个spotlight 你通过搜索来搜索一些东西 然后进入我们应用的时候呢 也会就会调用这个 这个会调函数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都自己来看一下吧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给大家的讲 讲明白 而且我们这门课程是面向初级的嘛 只要大家把我们最常用的那几个生命周期函数明白了 它是在应用的什么时段调用 然后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可以了 至于更高级的一些操作 那就等大家以后进阶的时候再去了解就可以了 OK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iOS应用的生命周期 然后以及它在生命周期当中会调用的各种函数 然后我们这节课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我会给大家开始讲解我们这节课最重点的部分 也就是UIWheel 这个我们界面的最基础的元素的使用 以及基础概念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是Winsky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